各位同仁請就座 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繼續市政總質詢 第一節由李議員 宇婷質詢 時間45分 在李議員質詢之前 我想先介紹今天旁聽席的貴賓 各位同仁跟市府的列席主管 現在有正修科技大學陸生 歷臨本會旁聽 由他們的老師 周國中老師率領 杭州師範大學前江學院 廣播電視編導專業 三年級的學生 一起來到本會旁聽 請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歡迎大家 李議員請 謝謝主席 我們市府的各位各局處首長 還有我們城局市長 以及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高雄市市民朋友 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本席第二屆第五次的定期大會總質詢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林園的鳳鼻頭遺址 這個檔案也請大家看一下 它的位置是在高雄市林園區 我們的中門裡中間門 它的歷史追溯約可到四百年至六千五百年 我們是在1941年由日本人來發現這個遺址 然後1965年由我們的台大教授張光直教授來發掘 所以公告是為兩千年 我們公告為國定古蹟 2006年我們應應一個文資法 所以跟它修正為國定遺址 現況是屬於開放的空間 而且沒有管制它的進出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隨便在網路上抓到一個 就是我們日本佐賀 這個遺址也非常的有名 我相信也很多人去過參觀過 它在這裡保留了一個 他們以前的居住文化 以及我們它的遺址的展示室 它的面積約五十公頃 但是它是在1986年發現的 可追溯到四元前四百年前左右 它的周邊規劃得非常好 大家到了佐賀 吉野嶺 到處都有一個觀光的導覽 還有帶動了周邊的一個觀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照片是我們 鳳鼻頭遺址的現況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文化局長 您對鳳鼻頭遺址您了解多少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鳳鼻頭遺址其實 剛剛其實議員已經有把一些基本的資料列出來了 那我們在 因為國定遺址它主管機關是文化部 那我這邊其實在我手上有一些資料 在98年 99年 100年 其實我們針對整個的遺址公園的設置 生態環境的調查跟一些展示的先期內容規劃 其實都有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進行了 那現在因為它99%以上都是食人土地 所以我們去年也有去跟文化部爭取 希望可以去徵收這個石油土地 那我們今年在上上個月 我們已經有做這個考古視覺的研究計畫 已經報請文化部 我們現在積極在爭取 希望可以設立遺址公園 但是那個經費非常龐大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做前期的工作 它的總經費約多少 將近20億 18億多 20億是非常龐大的 但是在我們整個市府的總體預算裡面 我覺得它是佔的不是很大的一個比例 而且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這是一個國家級的一個遺址 不是我們普通的 而且你看人家日本 他們西元前400年前 他們就可以規劃的那麼好的一個遺址 一個公園吸引了大量的觀光客 那林園呢是一個山河海 環繞的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我一直不希望說本席在每次的種植巡里一直強調 我不希望說每次人家提到林園 就是想到我們石化工業區而已 而且你看這個國定遺址 這在我們國家已經是認定了 那我們的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我覺得花20億去把它規劃一個完整的 而且你現在是沒有管制 就是人家隨意去挖都可以 這不是讓台灣人被笑嗎 我們的國定遺址被這麼任意的破壞 被這麼任意的一個 一個隨意的人都可以過來的 你身為文化局長 我覺得在這一塊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裡 我們怎麼去規劃 怎麼去積極去爭取 我這是相當重要的 而且呢 這是一個國家級的 那你說你帶動了林園的觀光 帶動林園的交通也好 它吸引了大量的 對我們史前文化一些考古人員的研究 他們都可以來這邊深刻的一個探討 甚至呢 曾經有人跟本席提到 這個遺址是可以追溯到6500年 從我們台灣有人類來 它第一個踏足的在我們台灣這塊寶地 是在我們高雄林園 所以這是多麼的珍貴 你覺得呢 目前我們高雄市有多少個國家遺址 國定古蹟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列館總共有100多處的 這個歷史建築跟古蹟 但是呢在國定的部分確實不多 目前像萬山岩雕 然後這個遺址的部分 那跟我們縫鼻頭 那你剛說的那一個呢 它目前的規劃是怎樣 因為萬山岩雕它處的這個位置也非常的偏遠 所以其實包含鳳鼻頭這裡面我們目前都是透過尋守的計畫 來做一些相關環境的一些 探勘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維護 所以你說剛剛呢 你提到的說跟文化部爭取 我們的20億經費是怎麼 是怎麼規劃 剛才我剛才已經先有簡單講 基本上它從 它是徵收土地的費用 然後我們上面怎麼新建怎麼規劃 是 就是說我們從民國98年開始就有很多的一些相關的調研的計畫 一直持續在進行 那我們去年就有送計畫向文化部爭取 希望可以徵收這個私有土地 因為幾乎它整個都是私人的土地 然後呢 以及我們在今年已經送了這個考古視覺的研究計畫 我想這些東西的 這個前置的這些作業是我們去爭取 因為文化部這邊它也希望我們可以提出更多 但是其實主管機關因為國定的部分它是屬於文化部 但我們真的會積極的跟文化部做爭取 好 我希望我們能很快看到一個成像 那我們在四月份裡呢 我們寧願迎接了一個很盛大的一個活動 這就是全台灣唯一的海上巡箱 船箱 那我先請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哇 出港了啦 而且真的沒落後 你看看媽祖沒有生氣 也沒生氣了 我不想在那邊這件是我 你不想在那邊幫忙嗎 因為我們在那裡我都要聽嘛 沒有害死的也沒 但是那幾個都要聽說了 也別人 你知不知道也沒有狀況到這點 所以這次的作業是我的百開人家 可以說是 全文化的所有的技術都會出去了 所以你看 這次是對我們這次文化的 對我們任何人換的那種事 所有人說 每次都藍色的水水水水 我們這次的路線在這裡都開門 只要真的 好就像這樣放著 因為啊 口啊 別人流在那邊 真的有些人流在那裡 真的有些人流在那裡 我都氣息了這樣 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要不要講話 有才能還要換我 好奇妙 所有成績連結子力啊 別愛上 放著時間 兩隻手就像這樣 一隻都在那裡 一直都在那邊 這個 阿你怎麼沒想到 因為我以前是連完來 做這個總議員 哎呀 放你油以来 你也说我多多谢谢 对对对 现在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终于台路上去 对 所以我们终于台阶的保温 所以我们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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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 我们要知道 用顶面前的行李安平 这个是保温 了解 我也是这样 对对 好 那这个影片呢 身为在地的民意代表 每次看到这个影片 我真的是内心都非常的震撼 这是一个全台湾唯一的 文化局长您请先坐 这是一个全台湾唯一的海上船箱的 我们目前看到所有的庙会 绕境活动呢 都是在路上的 那每次呢 我们海上船箱 四年一科 所以每次呢 要举办这个活动之前呢 我们全体的渔民 全体的船长 他们都非常的配合 他们将自己的船只呢 停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拨出一个月的时间 来整理 来建立他们的船只 还有保养他们的船只 甚至呢 在您看 在每一个船上呢 大家喔 呃 就是用的非常的盛大 非常的热闹 那其他县市呢 之前也有举办过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工程 这个活动非常的盛大 所以呢 目前呢 只有陵园区呢 是唯一一直保留船船下来的 那今年已经是第七届 好 于明 陵园的乡亲 也觉得很可惜 我们县市合并 我们历经了两次的海上船箱活动 我们城局市长都没有来到这里接驾 其实陵园乡亲本来都很期待啦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是一个全台湾唯一的海上船箱活动 我在之前呢 我们的委员会这里我也有提到过 我们的新闻局 还有这一次的我们的警察局 我们真的是全体动员 但是真的本期呢 真的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新闻局呢 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传销的一个行动 来宣传这一个海上船箱 如果呢 这一次的市府 我们的资源呢 能够挹注更多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海上船箱活动真的是 无数呢 我们台中大街大甲妈的那个路上的一个绕境 甚至呢 我们教育局长也很有心 他说那真的是 不知道是今天有这个活动 但是他也可以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甚至还可以结合这种海洋教学等等 我觉得这种各局处的一个行政资源呢 这次我感觉是都人问了 可能你们都把他们当作一个 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庙会活动 但是呢 如果有参与到的 像我们林苑芬局长 他就全程参与 有参与到的 像这座船 然后到了安平港 那台南县市的一个 台南市的他们那边名义代表 市府官员全部出来接驾 那种每次提到 每次想到这个画面 都觉得 让人家觉得 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很 但是呢 他这个对妈祖 对我们那个渔船的一个信仰 大家是真的是非常的虔诚 那回到了高雄 这一次的活动 办得非常圆满 也是盛况空浅 我想请 我感觉局长没去参与到 真的是有点可惜 那我请下文化局长 我们这次海巡的活动 我知道你们有派副局长去参加 那这一次的活动经费 这一次的资源里呢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我们文化资产 我们市政府已经有认定 它是我们高雄市的文化资产 那 那 局长四年后 还会办一家 以后 每一年 每一件四年都会办 你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呢 投入什么 好 谢谢主委 谢谢议员 我跟议员也报告一下 确实他们这一次所有的一切开销 都是由相关的 尤其是庙这边去筹措 然后我们想 他们全心付出这个信仰的相信力 是非常的感佩 那我们这边当然 有很多是我们在 有一些协助的部分 譬如我们在103年的时候 已经公告 它是我们的文化资产 然后另外呢 在现在我们其实委托高师大 在做这个相关的调查研究 希望可以拟定它整个维护的保存的计划 以及呢 像今年那个文化部 那个包含文资局的 这个施国龙的局长 跟这文资委员 其实都有来 因为他现在是试定的这个文化资产 其实文资委员也希望说 探勘之后 我们现在在探寻 是不是还可以把它提升到 国定的 这样的一个层级 那相关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计划 或是相关一些 推动补助的部分 我们就会尽力来协助 好 那新闻局长 请您发表一下 您对这次活动的看法 好 主席 也谢谢议员这边 我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高雄款脸书 在4月7日跟4月11日 都有积极的来宣传这项活动 我们高雄广播电台 从4月12日到14日也是不断的放送 包括说我们在14日活动举办前天 还透过三节的新闻来提醒 我们所有的船只进港的安全 所以我想说我们也是有积极的在协助这项活动的进行 在我们新闻局夜馆的范围以内 好 那希望我下一次呢 希望呢我们新闻局呢 能在我们高雄的各个公共场所也好 或是你们平常在行销的地点也好 定点 然后一个不用影片就是照片 就是让大家去看到我们高雄有这一个 那么盛大的而且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活动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 因为市府各个区域的活动 都有各个不同的色彩 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整个整体的行销宣传的规划来进行 好 谢谢局长 这个活动真的是很 也是很珍贵啦 这也是我们人问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 是真的 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又破天荒的 第一次呢 从我们高雄港 从安平港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高雄港 所有国际的船只呢 它都填开 就整个迎接我们妈祖的一个船只 所以也让了外国的船只 就说哇 哇 我们人问好 我们高雄还有这么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文化 你要看准备 现在目前大家看这个照片 每艘船在海上这样浩浩荡荡的 他们每艘船上呢 都有放新鲸在上面 我们这一次呢 四五十个新鲸呢 有高雄的 他们都有把新鲸 还有我们的新鲜 还有妈祖呢 都把它放在我们的船上这样 这就是我们海上船乡的一个活动 四年一科 现在看一下这个标题 狼无所不在 谁能保护 在今年的四月二十七号 我们才女作家呢 她呢 对我们社会呢 真的是震荡很久 到目前 那我们五月十一号呢 又看到狼师 然后五月十四号又出现了 还有我们五月十五号呢 我们穷华处长呢 也在脸书这样制报 我觉得这个社会新闻呢 身为家长身为民意代表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痛心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呢 真的是让人内心非常的纠葛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的社会呢 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 现在的社会呢 身为家长 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教育局长 之前本席一直强调 所有的一切根本都是在我们的教育 从我们的教育开始 那现在这个社会动荡不安 令人非常的担心 我们教育局这边目前应该 其实一直有在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这种事件呢 越来越爆发出来 而且是真的是每日一爆 其实昨天也有一个 说被阿兵哥这样被性侵了 所以每次看到我真的是很不想看 但是又很想去把它内容完整的看出来 我们到底怎么该去保护我们自己 怎么该去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请我们教育局长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确实李议员提到的这问题 我们都心有同感 其实只能够从小 从学校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让每一个小孩都知道 他的身体是不可被侵犯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 在性别平等教育里头 特别会着重在不同性别的尊重以外 还有就是性骚扰 性侵害 性霸凌 这些部分的警觉认知 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会很清楚地知道 如果在学校的范围内发生 他马上就要举发 那学校就要在24小时内 就启动这个调查机制 通报机制 做得很严谨 那现在发生的事情 像补习班是在校外 所以现在也不仅是全面清查补习班的 这些老师们 然后全部看他有没有过去的犯罪的记录以外 补习班都要公告 他所有的接受申诉的电话跟机制 那他同步如果是学生在补习班 也遇到这样的情形 马上向补习班举发 同步向学校举发 如果他不是学生身份的话 他向补习班举发 向社会局举发 警察局举发 教育局举发 这要变成普遍 大家都能够认知 那你看每一个暴露出来的事情 都是过去的 过去的被隐藏的 被藏在这个底下的 藏在自己心里头的 那那个伤害是永恒的 所以我想所有的学生 小朋友 家长 都要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告诉小朋友说 这些超过的一定的界限 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都是不可以做的 告诉他 大人不可以做 对你做这样的事情 发生就要告诉家长 告诉老师 那一直随着他的年龄成长 每个学校都有完备的机制 我想还是要从教育跟着手了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跟学校教育 同步要进行 是 好 谢谢局长 好 谢谢 我也想请我们警察局长 对这种事情呢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当然我很同意 我们换局长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理念 还是要从教育开始 让小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体 是不可侵犯的 那如果有这样被侵犯的情形 要随时告诉大人 或是在学校向老师反应 好 谢谢局长 对这个事件呢 真的是 其实大家内心也都很担忧 我们刚刚说到的 我们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朋好友 好像都会 因为我们没有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 就如同小朋友 现在以前认为学校是安全的 以前认为呢 补习班是安全的 但是最近的事情 都一直发生在这个身上 小孩子呢 从很懵懂 从很天真的一个 刚出道人士 所以他们设施卫生 然后接触到 在比如说 在青少女的一个时代里呢 他们对老师呢 对补习班的老师也好 都是很崇拜的 觉得是 所以呢 如果有任何的举动呢 他们真的是 在以前的事件里 他们真的都不敢说 所以呢 我希望呢 我们教育局这边也好 我们的警察局这边也好 还有我们的社会局 这边呢真的是要多去宣导 我之前呢 有看到我们网路上呢 在提及呢 我们的教科 教科书里呢 有提到这个两性的一个议题 那之前也有很多家长也在反映 是不是太露骨了 是不是呢 太明显 好像对 觉得对小孩子是不适合的 但是呢 这个声音 我觉得最近是消灵了 而且我觉得 大家 真的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共识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的警察人员 保障我们人民的安全 他们是我们人民的保姆 但是远景的安全有保障吗 这是一个以林园分局为例的 在林园分局里呢 我们的车龄 七年以上 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交通罚款 每一年呢 都有一二十亿的收入 那这些收入里呢 我们怎么去 第一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第一线远景 第一线的执勤人员 他们的基本配备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 这是以一个我辖区的林园分局为例 我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数字我也吓一跳 还要我们的林园分局 他们要怎么去撞车 他们要怎么去打击犯罪 我们所有的远景 最近的新闻事件里也有看到 就我们的远景因为执勤 然后受伤 或是发生车祸等等 我觉得第一个要件呢 就是我们的工具 所以我想请我们交通局长 您对我们的税入 我们的交通罚款 收入那么多 那我们目前有一定的比例呢 说在这个充足我们远景的配备吗 请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的关心 那个议员所提到 我们每一年交通划帆 我们是编累大概有15亿的税入 那这个部分是会到 等于说会到市库里面 它会针对各个局处 它的需求去做分配 那我所知道的 我们本来就是有规范 要有一定的比例 用在交通安全相关的 这个业务上面 那我们有一个资料 经过我们各个局处的统计 跟财主单位这边的资料 大概有60%左右的划帆 是用在我们交通安全相关的业务上面 百分之六十 对 有百分之六十 那这数据怎么那个 我们警察局长 我们的车铃 还有我们的之前呢 我们去年呢 是我们台塑企业 有赞助我们宁愿分局摩托车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企业 有赞助我们宁愿分局摩托车 那现在我们的警备车也好 我们的轿车这种 增房车呢 车领已经七年以上了 而且呢 局长你先请坐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配备 是不是我们私人的交通车这样使用呢 每一天每一次他们要打击犯罪 他的车是很糟的呢 所以我觉得七年以上 已经七年以上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重的 警察局长 你感觉如何 那个如果以整个警察局来讲 汽车 巡逻车 增房车 和机车 我们现在玉林了 玉林了大概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五 两 都是差不多 玉林你是以几年为止 就超过了 就是说机车是六年 巡逻车和增房车就是行事人员在办案 那增房车是七年 所以一年是超过这个使用年限 那我也一直在向市长法院 事务也都蛮支持 所以从我到了一百零四年 都有逐年在增加 这个购买这些装备的这个费用 市长都是鼎力支持的 那当然现在态换率很高 因为我们的使用的这个契机车 量是很大的 那包括以前高雄市 高雄县的部分的合并以后 那些都要加以态换 所以这一部分 这个我会再向市府反映 昨年尽量能这个满足 我们同仁在工作第一线 使用安全在安全考量上 会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好 谢谢局长 因为我们远景呢 他们在上班的时间长 然后每次接到一种 接获报案呢 他们真的是要绷紧神经 然后全心全力的去打击犯罪也好 去执勤也好 所以呢 这个交通工具呢 是首要的一个配备 对 我不希望说在远景的执勤的时候 发生任何的意外 好 这个事也是 对我们也是难则其咎的 那 我 本席呢 接下来呢 本席呢 有接获我们大辽区呢 这个农民的一个陈情 农民的陈情也有 还有我们业者的陈情也有 那这个 这个文件呢 是属于他们是违反了农地使用 好 啊 然后呢 我又再想提到 我们帝永 卢渣山 目前呢 在我们大辽区 有八座至十座 六至八座的一个卢渣山 这个也已经放了十年了 我想先提到 这一个陈情案呢 根据选民跟我陈情 他们是被检举 检举了将近两百通电话 那我们之前都是环保局去稽查 然后都发局去过一次 那他们现在的罚款为十八万 这是六万六万六万 开了三张 其实是六万没缴 然后他们又double又double 都发局又double double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农地农用呢 他们业者很无奈 这个是在高雄县 他们就已经经营了 经营了二十几年之久 那我们现在呢 不希望说他们违法 现在市府的有什么任何的规划 对这些业者 他们何去何从 他们不能用农地 如果他们那些买检举 这些检举账 他们怎么买得起 然后农地又不能农用 现在目前的政策 有什么辅导的政策吗 都发局长 请都发局长回答 还是我们就一直开单 然后逼走他们 谢谢医长 谢谢李远 我想这个 因为它之所以会产生 目前被裁罚的这件事情 是因为它是在农业区 违反农业区的分区使用 因为它是堆制废铁 那它也不属于所谓的 那个废弃物的资源 回收储存厂 其实这个业者 他们真的是很积极 他们也想很合法化 所以呢 他们一直在陈述 一直在庶苑当中 然后找了各种的法令 但是他跟我说 真建杰贵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地适合他们去经营这个 他也是 非公金然后他把它放的 然后他们在做买卖这样 也不是长久 就是固定那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地上屋 他没有去什么 那他们一直接到 这个我们的罚款 一直采法 你真的是觉得 他们真的是 刚刚穿了好小老百姓 真的是很无奈 那我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我们市府怎么去规划 他们类似这种 这种经营业者 他们应该何去何从 我们再提供给议员 一些适当可以做这种 废铁堆质的那种分区 那至于地点在哪里 这个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帮业者去找 但是至少可以知道说 哪些的分区 是容许他做这种 废铁堆质的儲存厂 这个我们再提供给议员 好 那刚刚提到的 我们地勇公司 这个地勇公司 在之前闹得沸沸扬扬 那这个事件 也已经十年之久了 它在 我刚刚 本期刚刚提到 在大辽有将近十座的一个 炉扎山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环保局长 这是要如何 你觉得它有污染吗 请蔡局长回答 农民都在沉沉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这个部分它是堆的是脱流渣 那在之前来讲 其实这个案子 跟刚刚议员提到的 就是在大辽那边 放这些废铁的状况 其实是一样的 它是属于所谓的一个产品 等一下 你刚刚说跟刚那个事件 是一样的 类似的情形 我们都发局有开单吗 有罚款吗 好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在 总共在101年左右 是在那个时候发现的 那有 这个业者 他有租了十堆堆 在大辽这个附近 十块的都是农地 那这个农地的部分 就是说 它放的是脱流渣 而且脱流渣是商品 所以说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违反 都市计划法里面的 土地分区的使用 它有污染吗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去做周边的 这一些的土地的检测 我们检测之后 当时的一个 这一种整个结果 它并没有超过 目前的管制的标准 那所以后来我们 但是我手上怎么有一个资料 齐山万大 万大企业 他也是用这个 土地分区 都中根出来的东西 然后他也是这样放 他就负责人被判了两年八个月 不是 那个跟议员报告 齐山 齐山那个案子是转炉石 这个部分是脱流渣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刚刚议员提到 齐山的这个案子 我们也是在齐山周围的农地 包含地下水土壤 我们都去做检测 它也没有超过目前的土壤跟地下水管制的标准 那至于说那个两年多 那个是在高等法院那边所判决的一个刑事上面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大概是行政跟刑事上面两个不同 所以刚刚议员提到的这个部分 就目前来讲 大概都是由都法局按照都市计划法的规定 然后去要求这个地永公司要去做后面的一个清除 我们所知道的十处里面应该已经大概有清除掉了四五处了 目前的这个是这样的 我每次经过光明路那一处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 任由它这样继续放下去吗 你说的 你说的 没有无量 旁边的农民都来沉浸 他们放了那么久 然后经过风吹日晒还有下雨天这样冲刷下来 你感觉会没得到 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周边每当时的每十处的周边的农地都去做检测过 很多媒体都报的那么多 大家都觉得这是地永公司有烂吗 是怎样 我说应该也不是 现在我们公务人员都不敢违法的 但是他们每次一看到 在他们旁边的农地里 就放了那么大的一个炉渣山 那他们农民也不知道这有毒还是没毒 你看之前的事件讲的这样 而且他们对他们的农作物那么保护 那这大辆是都靠我们的农作物农产品 在行销 对啊 大辆农地那么多 你刚刚说到的 它除了五处还有好几处啊 每一次都每一处都那么高 都几层楼高 农民不担忧吗 所以呢 都发局这边 局长请坐 都发局这边认为说我们 我们的法令是请他们清除吗 有没有清除一队 长 请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远 我想针对地永案的部分 事实上市府至少从都发局这边 是根据都市计划法的部分 当然我们在持续都是有开罚 那它在违反的部分 我这边管到的是六处的农业区 那本来就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那六处已经清除了四处了 那剩下两处 那两处的部分 我们都有持续的在跟它加以采法 那同时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也依法把它移送法办 所以现在还有两处 其实我们上个月四月份 又刚开两张法单 每个都是依照法令的最高上限 30万又开出去 好 局长请坐 我希望紧紧钓这边能积极处理 因为我刚才说的 我们不管法令怎样 不管它犯了什么刑法 但是在农民看起来 他们的他们的隔壁 隔壁的农丁 就是有这么一处的一个 像广的炉扎山 这也是真的是完全的不符合 农地农用的一个标准 那我刚提到了呢 我们杜发局这边呢 那废弃物回收呢 这个市民呢 我们的澄清人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抱怨 那说我刚提到 针对那一个案子呢 检举人检举了 打了200多通的1999 然后我们环保局去看 杜发局去看了一次 他们就要被开罚 然后又要被赶走 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无奈 那这个业者呢 他们也是试着去打1999这个电话 结果我们1999呢 他只留 只要我们的投诉人呢 他留下他的信 然后留下他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 市长 你觉得这1999 会成为我们的报复专线呢 私人的恩怨也好 这样就变成了报复专线 市长 请回答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1999就是期待给市民更大的方便 那如果市民需要市政府相关局处的回复 包括不管是生活周遭任何事情 1999都是发挥高度的功能 但是如果刚刚李议员提到 有这种报复 那我们1999接到任何的信息 他们都会在专业上做一些判断 如果有这种报复 或者说他来1999通报以后 受到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处理 那我想就李议员就很快把这个事实给我们 那我想1999他在里面任职的这些同仁 都是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他们非常珍惜他们的工作 但是这个中间到底有怎么样 他们处理的不适切 我想我会请我们1999的主任来查 就请李议员把这个事实 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希望1999是一个便民 希望让所有的市民更方便 那这样如果因为1999导致在处理上的不适切 是如果是政府是政府是政府这个部分 我们会检讨 如果这个中间有什么不适切 我想就把请议员把这个事实 那我交给我们1999来处理 再跟李议员说明 好 谢谢市长 刚刚其实我也很肯定我们1999 其实我自己亲朋好友都经历过一个 以后他们之前的前面大白杂草重生 他们的居民怕影响 怕有登革乐的一个产生 所以他就打了1999 他就说服务得非常好 然后他就说 吴小姐你好 我们什么时候会来清理 然后清理结束了 他又打给他们的陈情人 就说我们已经清理完了 如果有后续的服务 请再拨打这个1999的电话 这是也是受到我们市民的肯定 但是呢 也是有险的啦 现在我们很多陈情案 真的是都说 包括我们在跟我们师父同仁在处理的时候 这人减义的 每一件的陈情案 常听到就是说这受人减义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刚刚我们市长说的 我们的企父同仁 大家都很认真 那我们是不是在研讨 你们说不要说有什么不公平的对待 让他来陈情 如果说现在的打1999电话 我们能够留下全名 或是留下我们的ID 或是住址也好 不要说只留下一个 我姓李 我就留姓李 然后我的联络电话 行动电话 或是我感觉这两行是不够 让大家都可以去卡 可以去 如果说有心人真的是要报复 真的是他就每天一直卡 那我们的这边的那个1999的单位 也是觉得很 也是感觉也是会很累 也加重他们的那个工作的一个负担 所以呢我请市长 我们再来研讨 看我们的1999的投诉电话 像我们卡110 我们也是要留下一个 基本的完整资料 我感觉这样好 不要只留下信跟联络电话而已 这个手机大家随时可以变 那这个信是他也可以只留下 那他也轻载工一生三回就可以留了 那我们市府同仁就那么认真的 去稀查每一个案件 我感觉这有时候 真的是有心人在报复 也是这样也是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市府这边呢 好 请市长这边呢 能够专门讨论这一个事情 那我们刚刚呢 那我们刚刚呢之前呢 在我们今年的媒体里呢 也有报道 岗山陵园人武车祸 年夺66个生命 我们的六途交通事故呢 发生率呢 我们大高雄仅次于台南 所以三十斗的钓车 这是一个新闻事件 我刚才在说的 我们陵园工业区 还有小港工业区 陵海工业区 我们这个沿海呢 真正是都工业区的地方 那每一次呢 大卡车真的是 我们每次去沿海路 有时候真的常常被 前后左右都被大卡车包围 那也这样也造就了 我们工业区 你看这钢山陵园人武 尤其是陵园人武呢 这是工业区陵立的地方 所以呢 我想在深入的研究 我们的陵园的捷运 这那么重要 而且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的陵园的文化知识 我们的缝笔头遗址 还有我们的陵园 海上船箱活动 我们过去呢 陵园都背负了一个 经济成长的一个重担 市长也常在说的 他觉得 对陵园人觉得 也是很不甘的 很心疼 他也一直 市长也一直想要改善 我们陵园的 一个生活品质也好 交通环境也好 那我们的陵园人呢 共同的期待啦 真的是 就是无论从小 各年龄层 我们共同的期待 就是你们的捷运 怎么 怎么何时能开通 尤其呢 我之前呢 在脸书看到了 我们康议长呢 跟我们师傅同仁呢 跟市长去 去法国参观 医长提到一个 一个议题 我觉得很震撼 资金印象也很深刻 就是法国的古城 蓝师 他的人口只有二十万 他一定了 你们只有二十万人口 怎么会见到那么好的 一个交通运输 然后他们那边就回答说 这是政府的责任 给人民呢 一个安全的交通网 这是政府的责任 那我们的陵园捷运呢 目前我知道呢 这个顾问公司呢 是评估到九月会出炉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个出炉的结果 不要去考虑经济效益 不要去考虑它的 代偿率是怎样 我真的希望说 在我们工业区林立 在我们林园人 长期背负 一个实业污染的一个环境下 给你们人一个功德 还给一个林园人 一个正义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请我们市长 针对本席呢 今天 好 请市长回答 谢谢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那我想 对于厚笔头的移植 那当然国定国家的一个骨鸡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文化局 也继续跟我们的文化部 针对这个部分来讨论 如果说20亿 如果中央跟地方 能够维持84%跟16% 或者是中央在文化部 他们的规划到底怎么样 我会认为这是很宝贵 但是我会觉得希望 让我们的文化局持续 再跟文化部针对这个部分 看我们怎么样子 对国定骨鸡 来给予好好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 我们是完全支持 另外有就海上船箱 这个部分 我们很遗憾 我没有参加 那当然就是说 当时 当天因为 对马祖的活动 那一段时间 我每天都跑了好多个行程 所以我跟不同的副市长 都针对不同的行程 那如果当时 这个奉鸣公 妈祖海行马 这是这么重要 我想下次 李一言应该 也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的重要性 因为每天我对我来说 所有的妈祖都同样重要 问一个妈祖的活动 都是很多市民参加 所以我们是 那一天是我们 习民村副市长也去 我们到晚上很多个活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很可惜 不过市政府 包括我们的海巡 我们的海洋局 这个部分 包括新闻局 这个部分 我们都全力支持 那我们个人也是觉得 在海上的船箱 这是我们所有的妈祖的活动 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下一次 下一次虽然 我已经不在 不过我会认为 文官都还在 任何的职务 政务官上台下台 但是文官都在 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官同仁了解 这个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下次 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注意 另外有关于这个捷印的高雄 总红线延伸到灵岩 我们当然都还在 现在在规划中 那我们会持续 我们从来不放弃 我想我们灵岩区 我们很多的议演 每一次都提到 那我非常 不厌力听到 你们认为说 什么我们对灵岩的乡亲 什么视为极等公民 我们认为 在污染最多的地方 应该给予更多的检测 至少县市合并以来 那我在灵岩得到高度的支持 我对于灵岩的检测 我都是全力的支持 我想今天的灵岩 跟六年七年以前的灵岩 我想有很大的不同 那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 我会觉得我们在部分 继续来努力 那有关于捷印的延伸 红线延伸到灵岩 我们会努力来争取 到现在我们前瞻计划的条例 在立法院还送出委员会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政党之间 国民党强力的这样的一个 杯葛反对 然后对高雄所有的轻轨 铁路轨道的运输 全部这种大力的 对我们的一个评级 这个都是非常不公平 但是我想 不管如何 公道自在人心 那我希望市民能够支持 高雄基础的建设 轨道的建设 所以我们这个努力来争取 那另外我想刚刚 对我们很多 包括地用公司等等 那我请问我们的许副市长 我除了现在法院 针对要求他清场 那法院大概 我们罚款 大概都到七百九十几万以上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市政府我希望许副市长 能够召集相关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对策 我们要有一个方法 到底我们用怎么做 也不只是地用岸 有很多农地 农地如果被很多 他们置放的一些 非农地的一些收入 不管是有没有污染的 这些土地的使用 那我希望我们 习副市长能够提出来 规划成为一个我们基本上 市政府所有的标准作业程序 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 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那我想今天对于我们很多 儿童青少年的保护 那当然我相信李妍是非常秤职的妈妈 但是我相信你的心情跟我们是一样 爱金勿喜 对任何所有的受害者 我们都是非常的心疼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我会要求我们的教育局 我会要求我们的检察局 我们的社会局 所有受害者 任何犯罪的行为 我们一分都不能容忍 那我们也有以前 大概几天以前 我们议员也有在整个医事厅上 来做一个咨询 那我都要求他们 立即公开这个部分 能够把这个哪一个老师 对于学生 伤害学生 我说这是犯罪的行为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来保护所有的受害者 保护受害者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谢谢李议员今天很多的咨询 那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我觉得对议员所有的咨询 那如果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应该要更努力 谢谢 谢谢李玉婷议员精彩的咨询 我们休息十分钟